你们想看的终于来了 本次探索为何被迫终止 这里是被当地人视为禁地的一个悬崖山洞 相传曾有高人居住 就在我到达洞口后不久 身体突发不适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当地老人说啊 有灵丹妙药的那个山洞呢 就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 它属于整面绝壁之上了 我们刚刚用无人机看到呢 那个洞口里面确实有一个单颅的存在 我们现在是携带了全套的安全装备啊 马上进入探索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迂回战术 那个山洞就在我们眼前这个岩壁的后方啊 我们决定从这里迂回上去呢 走到洞口的正上方 然后再进行锁匠 我手指的方向就是我们来时的那个家潮 我们从这边上来了之后呢 马上要抵达这个悬崖小道啊 这就是我们即将横切的路线 现在我们到达这个悬崖小道之后呢 先把安全装备啊穿起来 你一会儿呢就利用这个安全装备 横切到洞口的正上方 然后垂直下降 拭目以待 看到这里的朋友啊 帮忙长按点赞 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啊 帮我强烈推荐一下 谢谢你们 这个悬崖小道还是相对比较宽啊 我们在上面行走的话也是非常安全的 大卡车 好对 我们同时也是全身的安全装备 不离生了 看到这个地下 你们看到这个地下 全部是野兽走的脚印 看到没 这里有羊死蛋子 嗯 还有低谷牛 有没有人小时候挖过这个东西 现在呢 离洞口上方已经不远了 走 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岩壁上面做好了双脸的保护啊 我的安全绳也是挂得非常的牢靠 我们是非常专业的在进行探索啊 请官方不要给我们限流 在没有安全装备和户外知识的情况下 大家不要轻易的模仿 那在我的右手边呢 就是这个洞口的正上方 我们现在开线呢 就从这个树木这里啊 直接可以抵达洞口 好 开稿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洞口就在我们的前方 洞口的这个下面呢 是被大石头雷起来的宝坎啊 非常的规整啊 洞口呢 是一个副角度的崖壁 前面长了一些树木 这个阳光撒在岩壁之上 真的是很漂亮啊 现在我们马上就可以进洞了 走 好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洞口了啊 哇塞 果然是有炉子 这个应该是灶啊 应该叫做灶 因为它很大 啊 这边还有一个这里 哇这个就牛了 这个应该是一张床啊 上面用竹子铺起来的 然后这里还有用竹面 给编织了一下 看到没 上面放的这个杂草啊 稻谷草啊 这里应该是高人曾经在这里睡过的地方 用木板 大概有一寸多后的木板 哦 这个就牛了 这个小灶台 小炉子里面还有冒烟 不知道是高人刚走啊 还是高人刚到 看到没 哇塞 无人机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啊